说你看他真的很给台湾人丢脸 不好意思跟台湾人道个歉 就是我老公给台湾人丢脸了 因为我老公就是 他被我怼走了之后 邻居就说说这不傻逼吗 这缺心眼 哪有这么说话的呀 人家这姑爷对挺好的 就说对我挺好的 哈喽家人们好我是大洋 我今天影片完全的灵感是来自于网友 因为我昨天的影片说了一句 就是提了一嘴 说曹雨晨去大陆的时候 然后可能被怎么样被说什么 我到时候再分享一篇 结果这网友是好戏 你们知道好戏是什么吗 就是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们啊 这件事情我应该有之前 在影片的时候有多少提过一嘴 但是没有提很多 我是在影片上很少 是最近才会分享一些 可能跟我老公的互动 我以前是把我老公保护的挺好的 因为他也不愿意上京 那个时候我老公他 在我刚开始拍影片的时候 我无意中会拍到他 那个时候没有做台湾平台 刚做大陆平台的时候 我老公就是被可能一些网友 就是攻击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家小曹是一个 可能外表看起来 不是那种很高很帅的那种类型 我们家小曹就是属于那种很台 很台的 就是很台很台的那种台湾男生 就是看起来有点像混的 你知道吗 然后不笑就是很凶 这个人脾气肯定不好 但是其实我们家小曹是一个 我们家小曹很憨 他的性格很好 他所有的朋友对他的评价 都是性格很好 之前有这个新同事来 还会给他写卡片 就会说啊 学长谢谢你 我得到了你很多的帮助和关心 包括他们的同事都会跟我说 说不管是学妹还是学弟 就看到我的时候都会说 哎呀那个嫂子我跟你说呀 那个学长真的帮助我很多 他就很忙的时候 比如说装这个医学的这个机器呀 什么的 他们都是请那种工程师的 但是我老公这方面还可以 都是我老公自己装 就会说我们请学长帮忙 学长都会告诉我们 怎么测怎么装怎么弄 真的很感谢他 小曹就是性格是很好的 你知道吗 但是他外表就是 我小曹不中打扮 真的不中打扮 他现在比较好 比较爱穿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胖 可能有点自卑 他就更不爱打扮自己 都是我网友相对来说 就是可能 对小曹印象还挺好的 所以就是 也是习惯了 还有我们家小曹就是突鞋打 台湾网友可能也是 反正台湾人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对吧 而且相对来说就是 我可能看不上你的穿搭 但是那是你的自由啊 所以还好 让他现在越来越有自信了 那我们家小曹之前去 大陆的时候 其实小曹不愿意去我们家 坦白讲 他如果回我们家的话 也是在北京 就是在北京家里边住的 很少回农村 他第一次跟我回河北的时候 是半结婚 是我们 就是带给老家的亲戚朋友看 那个时候就是 有一些吧 那村里边的人可能就会看到 因为村里的人 我们村子里的人 就是第一个看到活的台湾人 真的就是我老公 就是很多村里的人 都去看我老公了 然后我老公 我都教他了 我老公就是给递烟什么的 结果那大爷张嘴来 就跟你说要打你们台湾了 我老公说 妈呀 第一次见面就要炮轰我们家 所以从那以后 他也是不太爱去了 第二次去就是 我爸去世 我爸的骨灰是埋在哪里的 是埋在河北相合的老家的 所以就是这样 第二次就是我爸去世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农村办丧事的话 会有很多的邻居来帮忙 然后他们就会更看到我老公 我老公那个时候又很胖 然后穿的 你知道人一胖 穿的衣服就不是说很那么合体吗 等等 我老公给台湾人丢脸了 这个是大陆的邻居说的 说你看他真的很给台湾人丢脸 不好意思跟台湾人道个歉 就是我老公给台湾人丢脸了 因为我老公就是用邻居的话 就是你看穿成这样 还说台湾人有钱 那穷成什么样了 穿着个破T恤 大裤傻子 然后穿了个拖鞋 我老公在我们家有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穿运动鞋 他也穿拖鞋 穿个短裤穿T恤 他就 他就那个心思就是 我就是舒服就好 我自己那什么就好 我为什么要穿运动鞋 穿什么严寂 说句难听点了 我这婚都结了 我也不是说新姑爷 第一次上门什么的 哎呀就是被嘲讽的还蛮难听的 说真的 而且那个时候吧 就是我蛮爱逛一些大陆的集市 一些小市场 那些集市里边吧 就是有那个男生的那种大短裤 我还有的时候会给我 从每年夏天回去 我就会跟我妈去逛市场 我就去买 大概就是三四十块钱人民币一条吧 我就一次给我老公买个四条 我老公就能穿西夏天 我老公穿能穿一下天的 就属于这种 然后那个时候就说 哎呀那个 跟我妈蹬了三车出去 这买啥了 我说我给我老公买了几条裤衩 哎呀 对 就就就说 说天哪 说从台 从大陆买几条裤衩子 给他老公 说你没看过他老公吗 那来的时候 就是穿的 破衣牢骚的 就是那样子假 说这 还以为台湾人都有钱呢 结果是台湾人都这样穿着 是不是 太不会打扮 太不会穿了 你都冒穷气 就收了 我冒穷气 收了 我老公拉哩拉哒的 真是丢脸 穿成那样 其中有一个 弟弟 我真的是怼他 怼的要死 跟我同性的 你知道就是不求上进呢 哎呀 天天就是啃老啊 花他妈的钱 然后还自己牛逼哄哄的 哎呀 不知道自己趁多少钱似的 他就当着面直接说 说那么远 从台湾过来 都不行丢人 穿成那样 什么玩意儿 要是我 扎拿死不了啊 就穿成那样出来 多丢人现眼呢 我直接来一句 我说丢人现眼 我说你以什么方式来看一个人丢人现眼 以穿着吗 还是以 以有钱没钱 我说我要是以你的思想 有钱没钱 我说我老公一个赚 一个月赚的 盯你赚一年的 从那以后 这个弟弟他再也不跟我讲话了 他出去之后就说 人家多牛逼啊 人家说了 他老爷们赚一个月 盯我赚一年的 对呀 您一年都不上班 一年到头的 您都赚不了啥钱 那可不就盯你赚一年的呢 我就直接都是这样子讲话的 因为讲话真的有的很难听 就是还是以这个 穿着那个什么 但是说白了 我老公上次听了 就是被邻居有的那个村里的人 就是这样子嘲讽之后 我老公好像就再也没有跟我回过老家了 好像是哎 我现在想一想 我老公就跟我回过两次老家 一次就是办结婚 还有一次就是我爸去世 后来就再也没有去过 他如果 其实我老公还蛮爱去大陆的 因为他喜欢吃大陆的一些吃的呀什么的 那个什么科技越狠活先放一边 我只是就像我女儿也很喜欢吃大陆的腰串 他还蛮喜欢去大陆的 包括那个时候我们还组织朋友 说去大陆看看 带他们去上出行什么的 我们组织带队这样子 其实还蛮喜欢去旅游的 也会喜欢去大陆 但是他不去 不去我们家 其实我觉得我这方面挺对不起我老公的 就是我老公人家在台湾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在台湾没有被嘲笑 走遍别的国家也没有听到去嘲笑 就是嘲笑他穿着装 嘲笑他的长相 嘲笑他的什么 结果跟我回一次老家被嘲笑成这样 你知道吗 那讲的真的是很难听很难听 都没想到 第一次去给老头敬烟 就直接说要打你们台湾 他可能没有恶意 但是他也想跟你这个沟通 但是不知道说什么 他就只能说这些 然后第二次去就是我爸去世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村里面真的 就是下葬的时候会有很多村里的人 会看那个有很多农村的那个街坊邻居都会去会帮忙这家舱舱舱 就这样说老和亲姑奶奶家那么远 人家公公婆婆对都可好了 然后这个小叔子 这个老公都当回事是呢 在家里边 就是说我在里边不受委屈 说这还咋样不挺好的吗 说哪有这么说 这他不缺心眼吗 而且我跟你们说 重点是我老公听见了 我老公他们在院子里说的 我老公在屋里边呢 你知道吗 什么我老公跟他们说 就是说话有时候也听不清 老家有点方言 我老公在打游戏呢 跟我知道 其实听见了 说这不他妈缺心眼吗 哪有这么说的呀 是人话吗 你自己不看自己长什么玩意 什么自己啥样吗 还在这边说 其实邻居也会这样子讲 其实有很多邻居是 就是对我老公还也挺好的 就像我老公说 一直给他加菜呀 加什么的 也照顾他呀 然后一起去 就是拜完丧事之后 不是会请那些帮忙的邻居来 吃个饭嘛 说都挺好的 但是当有一些 极个别的人这样说的话 其实会让他往心里去的 会让他往心里去 就是会觉得说 老婆我没有想到 我给你造成 就是这种压力 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形象不好 然后会被村里边人嘲笑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说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在意 我没有很在意 因为就是咋说 就是我老公他那个身材体态 他买衣服 他也不愿意去买 怎么了 我没有 没有 跟我们也直播 没有我没有在直播 我在拍影片 你是跟我直播上 我在说你爸 你爸去姥姥家的时候 被嘲笑 被嘲笑穿得像乞丐 给台湾人丢脸了 因为我老公他穿 你爸就是那样 他穿着 裤衩 像一个蓝白拖 然后再加个 裤衩 穿个大拖鞋 然后穿个T恤 当着我们的面 就直接说 真是给台湾人丢脸 真的是这样说的 我就想一想 我就想一想 你爸就跟我 去过两次 老家 一次就是 结婚的时候 还有一次就是 你老爷去世 我老公就再也没去过了 我老公他跟我回 他就说 老婆我们只在北京待着 他喜欢我妈妈那边的亲戚 因为我妈那边的亲戚 就是怎么说呢 他可能是北京人吧 所以妈妈那边的亲戚 他可能相对来说 就是会 给弟弟什么的 就是给他印象也挺好 我爸爸这边的亲戚呢 其实我跟我爸这边的亲戚 没有走很近 没有走很近 只有那些姐姐什么的 但是我大伯家的哥哥 就是我 堂兄 堂哥还有堂姐 对我老公印象都挺好 那个时候我姐夫就说 说的很咬 这眼光可以啊 说你看人家曹雨成真不赖 说这个 不管说这个 接人待物 我老公只是看着 这面相很凶 说但是你看那个 接人待物啊 就是憨憨 不说不闹的 人家就是挺那个的 挺靠谱的 说这眼光可以 就说我眼光可以 但是很多邻居 他是不太爱去的 可能就是聊不到一块去吧 所以他很喜欢 我妈那边的亲戚 也喜欢北京那边的亲戚 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去 他很抵触 我老公他真的 从心里边抵触 跟我回老家 所以我也不勉强他 就像我妈都说 我妈说 这我这姑爷子 娶我闺女十多年了 就来过家里两次 都不愿意来 我妈也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把我妈接过来 或者说我回去看就好了 说白了吧 就是怎么着呢 就是看闺女就行了 那姑爷看不看 都行 就是属于这样 但是我老公去大陆 你看他上次 我又说我去云南 他自己坐飞机去上海 然后待了一天之后 又去云南 他有的时候会很想 老婆不然你去大陆 我也去跟你待几天 你去出差 说了怎样了 但是老家他不去 他就是不去 好了 今天影片到这里了 就是满足网友的好奇心 就是我老公回大陆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给台湾人丢脸了 拜拜